新闻不知何处寻,密谈方知在此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老行想问你们,你们觉得人真的有第三只眼睛吗? 关于这个问题,佛家还有道家都有相关的记载,道家一般称人的第三只眼睛为天眼。 据说人一旦将其激活的话,会根据激活的程度获得四种超能力。 由低到高一次是内视、威视、透视和摇视。 内视也叫做内观,据说是可以在没有外界干扰、心无杂念的情况下, 闭上双眼,通过天眼来观察自己的内脏器官。 这个听起来就已经很神奇了,后面的就更夸张。 像是威视,顾名思义能看到我们一般人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据说甚至能危到原子级别。 咱们曾经有聊过,在微观的量子世界里,世间的万物包括人在内,都可以看成是由一个小小的极小单位组合在一起,形成了这么一个宏观的物体。 据说升到威视这一层的人,看周围的人和物,就有一种量子力学围观世界的极实感。 下一个等级就是透视。 据说激活到这一层的人,可以看到人体的经络系统。 根据记载,中国古代的某些名医,像是扁鹊化陀,具有这样不可思议的能力。 再往下就是摇视了。 美国中情局曾经就利用过超能力证。 宁科斯旺来摇视木星、月球和火星。 事实证明,宁科斯旺确实拥有不可思议的超能力。 它不仅能够无视空间距离任意观测及遥远的事物,甚至还能超脱时间的法则,在时间的洪流中肆意遨游。 这看似像神话一样的超能力,其实有可能是来自于天眼,完全激活后,灵魂暂时出体所带来的一种类似超能力一样的极势感。 因为灵魂是非物质能量体存在,所以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所有的物理时空法则,对它几乎是没有任何限制。 据说,宁科斯旺有一次在摇视月球背面的过程中,被周情局负责人意外地打断叫醒了。 被叫醒的斯旺,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一种神情恍惚,目光呆滞的状态。 这种情况似乎印证了我们前面对于摇视超能力,来自于天眼灵魂出体的猜想。 这就是为什么在秉死体验之父雷蒙德·穆迪的研究报告中, 部分秉死体验者能够看到超越其视觉系统,甚至无视时间和空间的奇异景象。 除了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道家以外,佛家有大量的记载。 佛家一般称之为天眼瞳,一旦天眼瞳被激活,就会获得一些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超能力。 例如通过透视,可以看到人体被一层不可见的光所覆盖。 其颜色会随着你的健康状况、情绪等等因素而变化。 佛家将这种覆盖在人体上的不可见的光称之为灵气。 天眼瞳就能够将这种肉眼不可见的灵气尽收眼底。 那除此之外,天眼瞳还能看到人体的脉轮。 脉轮来自于繁育的查克拉。 查克拉指的就是分布于人体各个部位的能量中枢。 这个就和道家说,能看到人体的经络系统,穴位、天眼的透视功能有点类似了。 除了透视以外,佛家认为天眼瞳,还有灵魂出涕和预知的超能力。 大概意思就是说,一旦你把沉睡封印的功能打开以后, 色界天的眼根就会超越大地的远近,时间的未来和过去。 也就是我们说的,能够超脱物质世界对于时空规则的限制。 说了这么多选知又选的超能力, 这第三只眼睛到底在哪儿,我们为什么找不到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送一个神话传说聊起。 根据玛雅的神话传说,人类曾经经历过好几次文明。 人类文明消失又诞生,是有周期性的。 根据玛雅传说,在第一个太阳际,地球上出现了第一次人类文明, 根达雅文明。 据说在距今96万年前,由于海底火山的爆发, 在茫茫海洋之中,就隆起了一块根达雅大陆。 这块大陆位于今天的非洲大陆和南美洲大陆之间的南大西洋海域。 在根达雅大陆出现20万年后, 也就是大概距今76万年前。 人类第一次文明,根达雅文明就此诞生。 这是一个以超能力著称的文明。 传说根达雅文明的男性,在额头的中间部位, 也就是美金之上大概两公分左右的地方, 拥有一个第三只眼。 传说中这第三只眼具有极高的精神力量, 可以通神,甚至还能预见未来。 根达雅文明作为地球上第一次人类文明, 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它从诞生到消失, 一共只维持了两万五千年。 在距今73万五千年前, 一场大洪水将根达雅大陆彻底淹没在了汪洋之中。 在根达雅文明消失之后, 随后的第二个太阳记出现了一个新的文明, 叫做梅索布达米亚文明。 这个和我们今天梅索布达米亚平原上的苏美尔文明, 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文明。 传说中的梅索布达米亚文明, 是上一个文明, 也就是根达雅文明幸存者的延续, 位置坐落于今天的南极大陆, 但是当时的南极大陆并不是今天这个位置, 自然也没有被冰封。 这群根达雅文明的幸存者,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把以前发生的事情就逐渐给忘记了, 而其额头上的第三只眼也逐渐的退化了, 超能力也随之消失不见了。 最终,梅索布达米亚文明会于地球磁磁的转换, 南极大陆也在这次磁磁转换之后, 变成了一片冰封之地。 如果真的像传说中所说的, 人类真的有第三只眼的话, 那么这个退化的第三只眼,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脑中的松果体。 松果体位于人类脑部的中央, 被裹在两个圆形的丘脑结合处, 因其形状酷似一颗小松共, 由此得名。 常年人的松果体长只有一厘米左右, 质量在零点一刻上下。 为什么说米地大小的器官, 有可能是人类的第三只眼呢? 2019年10月7号, 有这样一篇研究报告, 发表于《自然科学》杂志。 该报告是这样说的, 经研究发现, 人的松果体上是有感光细胞的, 而这些感光细胞与人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是极其相似的, 它们都有层状外断, 可以有效地捕获光字。 在光转导的分子成分的部分, 也发现了惊人的相似性。 例如氏蛋白, G蛋白转导蛋白, 类似黄醇感受器间。 结合蛋白这些形态, 生理和分子的相似性表明, 松果体和我们的眼睛很可能是同怨物。 这么看来的话, 还真有可能是人的第三只眼睛。 至于退化的说法, 似乎也有技可循。 根据研究发现, 很多已经灭绝的脊椎动物的头骨化石上面都有一个孔, 像是一些已经灭绝的泥盆鲫鱼类, 还有9万年前俄罗斯出土的化石鸟。 在它们的头骨化石上面都有个孔, 科学家们猜测, 这个孔可能是一个眼睛。 为什么现在的鸟和鱼的头骨上都没有这个孔呢? 现在猜测最大的可能, 就是眼睛最终进了脑子里退化成了松果体。 除此以外, 研究还发现, 绝大多数现存的脊椎动物都是有松果体的。 科学推测, 这些松果体很可能来自于一个共同的祖先。 它是随着演化器官的功能在逐渐的退化, 像是低阶的脊椎动物的松果体, 还保有直接的感光性, 但是高阶的脊椎动物的感光性就已经基本丧失了, 也就是在演化的过程中, 越高级的物种, 松果体就退化得越严重。 但是据我们所知, 它现在只是一个根据光线强弱, 分泌退黑素, 调节生物中的这么一个器官而已。 所以松果体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器官吗? 关于这一点, 17世纪的哲学家、科学家勒内·迪卡尔曾经在他的著作 《人论和灵魂的激情》中讨论过人的松果体。 他说松果体是人灵魂的所在之处, 19世纪的占星家、神秘学家迈克斯·杭德尔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他说在人体的脑部有两个小器官, 一个是脑下垂涕, 另一个是松果体。 韩德尔认为, 之所以缘故的人们可能知道这么多, 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去激活两个器官。 激活以后, 他们在打开内在世界的同时, 也与高层世界产生了连接。 这篇文章是于2007年11月15号发表于《自然科学》杂志。 报告中说, 在过去的十年中, 科学家们使用了不同的大脑成像技术, 对各种风格的冥像所产生的大脑映射进行了记录。 科学家们惊人地发现, 松果体在冥像的过程中, 表现出了显著的激活现象。 科学结果表明, 松果体的激活与冥像之间是存在相关性的。 这项研究可能对内在意识的探索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知道松果体的活跃程度和冥像有关之后, 我就去搜了很多关于冥像的资料, 也询问了一些有过冥像体验的人。 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 他们说在冥像过程中, 偶尔能感受到一些明显不属于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能量体的存在。 这些能量体中较低振动频率的, 而较高振动频率的, 很可能就是我们古人口中说的神佛。 高低能量体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 低能量体的本能让人产生一些恐惧和排斥感, 而高能量体像一股温暖而明亮的光。 当接触的时候, 内心也会有一种安静平和的感觉。 神学我觉得就像是这个充满了想象力和各种可能性的魔术师, 而科学则更像是逻辑清晰、缜密、处处讲求证据的名侦探。 虽然观点有所不同, 彼此之间也时有斗争, 但是越到后面你越会发现。 用一敌一友来形容他们似乎更加贴切了。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下期咱们不见不散。